用餐時間 台菜餐廳大門聲索暫停營業 因為指揮中心十八號公佈的 十六例本土個案中 有十五人都曾經在這邊用餐 全都是參加宗教團體聚前唱歌 由於並非居隔中 應轉陽 意味著足跡多 目前確診者分佈雙北 臺南 高雄 疫調發現十三號 共五十八人參加聚餐 兩天累積二十四人染疫 當中只知道有十三人用餐以後 又到KTV續攤 也讓指揮中心認定 吃飯風險確實高 市府趕緊擴大匡列 除了積極醫調追查感染源 十八號公佈的基因定序中發現 感染的是俗稱Omicron的妹妹 B.A.2亞型變異株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跟先前發現個案 高雄港群聚與最早的機場防疫人員 所染上的B.A.2 序列不同 感染源仍未釐清 機場的航警 他定序的結果也是B.A.2 那所以我們也會朝可能相關的來源國的 這些境外入個案再進一步去做一些比較 指揮官陳時中點出除了宗教團體吃飯唱歌團必須高度注意 國內剩下也還有另外八條傳播鏈感染源不明 監測期也未過千萬不可鬆懈 近期我們會日照的採訪報導 國內剩下也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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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剩下也未過